你以为我是真的情义 我娶你 只是为了得到审仇 不藏仇 我是忘记一些启事 你自身 我必定算尽千范 一无所有 你 还有所有对不起我审价的人 都不得好死 都不得好死 来人哪 就说楚王妃意外打翻的 引火烧身 尸骨存 我叫沈婉清 是陈国巨父沈家 唯一的继承人 当今天下几国交战 所有人都寄予这新国的财富 但我没想到 一直说着爱我的楚王的祖宗 也是如此 湘王殿下 你一定要为我们小姐套回公道啊 去看看 是 好疼 人死了 怎么还会疼 难道 我没死 毒害秦姐 死不足惜 王爷 她毕竟是您为过门的种气 这是哪儿 打死也是被您除害 湘王 苏金烟用丹鹤毒害了柳儿 那可是她的嫡妾 她说的是清烟表妹 你看看 你看看的样子还不是悔改 你 你干嘛 证明我的清白 湘王殿下不是说是我下的丹鹤毒吗 但是您知道吗 但凡碰过此毒的人 三日之内再碰朱砂 手脚便会化为白骨 我这口纸中就有朱砂 这 就是我的清白 原来不是她 来人 拿朱砂给苏府上下都是 我定要找到那毒害长姐 还谋害于我的真凶 现在全府的人都试了 根本没有人怎么样 你好像还没有试吧 深秋 你可是长姐的贴身侍女 不可能是深秋的 柳儿 你读刚解完 千万不能再找解了 这里有我的 你干嘛 你怎么哑了 把这贱婢给我拉下去 我倒要看看 谁是最恶毒的女人 青烟表妹 穆苍州会夺我沈家家产 置我于死地 穆苍州 我神万其一先其事 你 还有所有对不起我沈家的人 都不得好死 穆孤寒凭信苏央柳的陷害 将论打死 如今 我见你重生 必定会让他们这对兄弟 付出代价 谢谢大家 我去哪里 我来不过来 听说 那你那么不过来 没什么事 我来不过来 你不过来 这种疾病 的灯状 都不得了 我来不过来 你不过来 这种疾病 我来不过来 我来不过来 是 这里面包围了 别动 没想到晚上的沈家旧宅 还挺热闹 你是苏青烟 你怎么会知道 你是谁 服依楼楼主 是你 有人 有动 这些是沐桑州的人 我去引开他们 你一定是听到了荒谬的传言 改日我定会登门拜访 这服依楼楼主 就是杀害我沈家全族的凶手 可今日一见 似乎倒是另有隐情 那楼主 倒像个灯徒子 表妹这身子都被那狗男给虐待毁了 对了 我给过他护心丹呀 当初给了他两颗护心丹 怎么只有一颗了 小姐 您醒了 小姐 您这是 你看到我穿这衣服了 我看到您穿着这身衣服 长发散折 好生俊美 我是百灵 老夫人让我来伺候您的 以后还请多关照 那百灵就去帮你挡洗澡水了 这百灵是真的还是装的呀 大白天的 你自重啊 小姐 不是累了吗 我是帮你更衣呀 我不用你 那我 陪你睡 不必 我想自己待会儿 小姐 那百灵先走了 你有需要随时叫我哦 只要是您的呼唤 我都能感应得到 来者何人 又是你 我说我会来找你 这是我的诚意 你 姑娘且慢 姑娘且慢 我手劲大 你不要冲动 我怕伤到这欲 天下第一杀手组织服依楼的楼主 居然还搞无赖这一套 杀手只是一个职业嘛 举你破了就不许我无赖啊 有事说事 江湖传言 说我们服依楼杀了你们沈家 而你又是沈家最后的血脉 你怎么会知道 我们服依楼有我们自己的情报吗 我们能在沈家旧宅偶遇也算是缘分 你找我做什么 揭露牧苍州 报仇 你报的什么仇 那牧苍州 他诬陷我们服依楼 说我们服依楼杀了沈家 名声大于天 可我凭什么信你 你不用相信我 但我知道 你需要 我喜欢独来独往 那牧苍州毕竟是王爷 还靠道貌爱然 在朝中封平几好 我也是侯爷的女儿 未来的湘王妃 湘王 湘王那个满脑子都是你 嫡姐的愣头青 差点把你杀了 我可以招兵买马 招兵买马 可惜你穷 我穷 服依楼的情报网显示 你已经几年没领月签了 唐掌柜 我们是来领月签的 请唐掌柜 把以前和现在的月签 都支给我吗 你个小梯子 支不支到 算门 比十个你还支钱呢 小贱人 我废的小人 打死你不行 来人 给我打 居然敢再苏府打人 我们再不敢 也不敢了 明大人 可惜本小姐真的不大量 唐掌柜 你觉得是我这棍子硬 还是您的骨头硬呢 棍子硬 苏七姑娘 这是您的月签 三年零 三年零两个月 一共四百五十六两 四百五十六两 加上三年的利息 一共五百两 一分都不能少 否则 对不起我的人 都没有好下场 五百两 妹妹 是姐姐不懂事 之前你说这些首饰都可以拿走 姐姐一点也没考虑到你是客气客气而已 姐姐 你头上的发簪 耳饰也是我的吧 你看我这记性 妹妹 怎么这么粗鲁 快还给我 姐姐也是一样的 咱们半斤八两 妹妹 这玉佩 我特别喜欢 你能不能卖给我 卖 够不够 这么急迫 一定有鬼 那我就收下了 妹妹 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 这玉佩 你千万别告诉任何人 是你卖给我的 我倒要看看 你要耍什么花样 没问题 男人钱财 替人消灾嘛 小姐 百灵好想你 现在嘴到甜 刚才我大战苏杨柳的时候 我跑哪儿去了 我不是回来给您烧水吗 那现在百灵就去给您 准备沐浴的事 被褥被人动我 果然有鬼 这香囊 就知道使这种伎俩 还好我早有准备 没想到苏姑娘竟然还有这般爱好啊 这可是我的规方 你怎么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咱们昨晚不是商量好了吗 怎么 讨回了钱 就翻脸不认人了 我们福一楼 还是很有利用价值的 我 来人啊给我搜 来这么快 你赶紧躲起来 我是杀手又不是鬼神 这怎么躲啊 爱怎么躲怎么躲 我还有场硬仗要打呢 小姐 不好了 这不是能躲吗 怎么了 夫人刚回来就丢了簪子 现在正派人过来 要搜我们院子呢 小七可千万别害怕 捕军先来搜你这儿 也是为了你的清白 搜 是 慢着 妹妹这么紧张 不会真有什么事吧 当然不是 妹妹只是有些头晕 这是什么 这不是我的 这是我刚才捡到的 这是七姑娘见不得人的东西 这是七姑娘见不得人的东西 春意香囊 小七 就算香王她不喜欢你 你也不能用歪门邪道了吧 你这么做 不是给你死去的娘丢脸吗 来人 压下去仗则二十 关进祠堂三天三夜 你们对妹妹轻一点 等等 姐姐 你刚才说 这是春意香囊 对啊 这难道不是 这是兰花香囊 对啊 我刚刚看到里面是兰花的 可我明明想要的是茉莉花 正想去找绣娘呢 结果 你们来说什么春意香囊 母亲 这 这是什么 原来这就是春意香囊啊 妹妹这么紧张 不会真有什么事吧 妹妹刚才只是有些头晕 母亲 这不是我的 她不是 双风败俗 母亲 母亲 败坏家风不用打巴掌 只需要张泽二十大板 灌进祠堂三天三夜即可 来人啊 救命啊 你是谁 你是谁 为什么把我从祠堂带到这儿 我看你身上有块玉佩 这玉佩的主人杀我全家 我今日就是来复仇的 我不会让你轻易死 我会在你的脸上 划上九九八十一刀 别别别 这玉佩是我七妹苏青烟的 她的怎么会在你身上 当年她在郊外救了王爷 王爷婚前中用玉佩做了信物 可我爱慕王爷 所以 所以你便抢走了她的玉佩 让王爷以为是你救的她 但你害怕事情暴露 便加害于她 你怎么那么生气 你管我 如果你想掩饰 就要答应我一件事 柳儿 你这到底是怎么了 你的命我可以留下 不过 你得给我一千两银票 凭什么 那我就只能将玉佩的事情 公之于众 没事 人家只是觉得 连这桑要的衣服都没有 你的衣服有三个房间那么多 还不够啊 没有 被人看见过的衣服 就不是衣服了 啊 哼 好好好 给你买 够不够 可能还需要再来点 这些够你买一百套了吧 可一件衣服 有好几个颜色 怎么也要买五百套吧 哼 好好好 给你买 买它 还挺适合我的 今晚留下吧 晚上会有好戏上演 百灵 我若是你 我现在就放下匹数了 小姐饶命 我 我有理由的 杀我还有理由 我 我知道您一定会发现我 您是因为香囊发现我了吗 从你在这儿的第一天起 我就发现了你 真心喜欢和假装爱慕 是有区别的 这个我刻骨铭心 很有经验 事不相瞒 我讨好主事 只是为了权益之计 她是我的仇人 我想和你一起对抗她 请你相信我 我真的很厉害的 你还真是厚脸皮 是答应我了吗 都送上门来了 能不要吗 再说了 我可比你聪明 你算计不了我的 是是是 百灵不改 对了 这是一位公子 让我交给您的 顾侧白 你这是人皮面具啊 行了 你相信我是沈婉清了 当然信了 你把我从小到大的 糗事都说了 不是你 那就真的见鬼了 不过这个沐沧洲啊 为了害你 居然给你下毒 还好你从清烟姑娘的身体里醒过来 沐沧洲害我 沐公寒害了清烟 我要报仇 虽然苏清烟是沈家的血脉 但因为她娘给人做妾 坏了家规 所以此事从未公开过 想要证明她的身份 并调动沈家人马 这件事的确太难 所以 我们务必要拿到沈家家营 您前我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必须要赶在沐沧洲之前 拿到家营 绝不能让沈家成为 他们争权夺位的筹码 你怎么干了 你不是一杯就倒吗 我怎么把这个忘了 你是谁 谁让你事事成交 我该门受 百灵 你怎么在这儿 你说 你有钥匙要办 就是来这里当妖魔的 这 这是说来话长 水 我要喝水 再这样下去的话 一会儿招来苏家的人就麻烦了 百灵 你去煮点醒酒汤 这里我来处理 嗯 来 起来喝水 爷爷为亲儿喝水 既然你都这么叫了 那我这个做长辈的 就勉为亲男吧 来 喝水 哎呀 怎么这么麻烦 快躺下 爷爷爷 爷爷 不要走 不要留下气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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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轻点啊 那 我昨晚说什么了 那可多了 你赶紧说 露气无悔大丈夫啊 我又不是大丈夫 说 我到底说什么了 你是不是有很多秘密啊 否则 你干嘛那么紧张 你才有很多秘密 你和百灵 到底怎么回事 百灵 咱们怎么回事啊 这个事 说来话长 简单来说 就是我会点医术 再来 缩辅之前 把重伤 加中毒的伤离 给救了 我发誓 我们之间的关系 就这么单纯 来缩辅前 看来你跟沈家的事 真没关系 咱们都口头合作 这么久了 你还不相信我 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 你要输了 话说早了 怎么样 认输吧 你已经很不错了 论下棋 这天底下 没有几个人 能比得过你爷爷 你说什么 你 昨天晚上 管我叫爷爷 还不止名字 你把这些都给我忘掉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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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沐沧州 不要 他为什么做噩梦 会喊沐沧州的名字 一人如扶萍 何人为我心 举身在何处 听闻谁摆梅 千家 你怎么来了 昨天晚上 你梦到什么了 一个关于背叛的故事 一个女子 开心的嫁人 但没想到 所谓的一生一世 一双人 不过是笑话一场 只有利用和背叛 你在为她鸣不平 我是在为自己鸣不平 以前的我太爱被欺骗了 既然我们要合作 那我就希望我们能够坦诚相态 如若不然 此生 无腹相见 怎么 你有事骗我 柳儿身子弱 怎么不把酒热一热呢 怎么伺候人呢 拿去换了 你必须送了这句话 楚 楚王殿下 没事吧 楚 楚王殿下 下次小心一些 下去吧 六弟 你这个奴婢怎么好干嘛 奴婢也是人嘛 也是女孩子 也需要被照顾 苏七小姐到 楚王真的好棒 温润如玉碎就是她吧 可不是嘛 不愧是太子的热门人选 百姓这回可又服了 沐沧舟又开始装出 翩翩公子那一套 要收买人心了 这是苏七 居然把穆孤寒看呆了 她长得还真不错 殿下 臣女苏青烟 想坐在您身旁 长公主到 都是家常便饭 大家都随意一些 不用这么客气 都坐下吧 您今天生日宴会 长公主 各位姑娘难得相聚一次 不如让她们表演才艺 也为您梳解一下 最近的心情 各位 公主 公主有心欣赏大家的才艺 不知哪位姑娘愿意先来呀 柳儿 最近姑姑因为成王战死的事情 心情不好 你表演什么 你表演什么 她都不会开心 没事 其实是七妹妹 拜托我帮她引荐的 她早就准备好了节目 想要展示 要不 也不会穿成那样 果然心急 那你就帮她引荐吧 让她营火烧身也好 公主 苏家大小姐 你想先来 不 是我家小七妹妹 才艺双全 她想要表演 舞剑 我 苏杨柳突然让我舞剑 一定没安好戏 别打别打 是我 敢在公主府抢人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原来你知道是我 才这么容易被掳走 真没意思 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咱们既然合作了 我肯定来助你一臂之力的呀 你知道我要干什么吗 不知道 但我知道 有个东西 一定能够助你一臂之力 你要干嘛 别动啊 画坏了 可没地方洗脸啊 你画的什么呀 不要人夸好颜色 只留清气满乾坤 无论你做什么 这都是你今天 最大的助力 公主 公主久等了 公主久等了 这都如何 下个月 我上升了 好 两个月 同时 那就是 的 不要人刮好颜色 只留亲戚 满乾坤 这苏琪 倒是有些形色 姑姑以前都爱看八底舞剑 苏琪舞得不错 长得也挺漂亮 当然 还是柳儿最漂亮 她额尖的小梅花 小时候老爸也曾给姑姑画过 梅花 舞剑 看来今天苏琪 对姑姑是势在必得 古有家人公孙氏 一舞剑器灯四方 今日见苏琪姑娘舞剑 不相伯仲 公主谬赞了 不愧是我们沐家的媳妇 小五 你可有福气了 亮入为初 居高临下 留有余地 坦诚香带 长公主 长公主 请用茶 好茶 现在的姑娘啊 难得有这样的心性和手艺 柳儿 柳儿愚笨 什么事都做不好 也就只能蓬蓬茶而已了 不像妹妹 金鱼打扮 让我这个连梳头都弄不好的人 好生羡慕 上辈子你就靠这些话抬高自己贬低我 也没点心争 姐姐天生丽质 无需打扮 你看这衣裳 穿起来仙气飘飘的 我就不行 妹妹过奖了 你要是喜欢 我原样给你做一件 不用了 这衣服 我穿不了 我穿上 可就有尸体统了 居然说我身材不好 跟我懂 这衣服 我穿不了 我穿起来 可就有尸体统了 妹妹美而不自居 是姐姐无法癖极的 难怪和湘王殿下 间谍情深 不过 今天我怎么没看见湘王殿下 来家里接你啊 公主 您可得责罚湘王殿下 我要是她 才不会让心爱的女子 一个人的 那是因为湘王殿下 来家里接了姐姐你啊 杨柳 湘王怎么会去接了你呢 其实 其实只是偶遇 不不不 姐姐不用避险 您平时和湘王殿下 有说不完的话 你们是姐姐和妹夫 也不是外人 对了 说起这个 那天晚上我还 妹妹 你今天大出风头 姐姐我敬你一杯 有刺客 发生何事 刚才陈傅在后院行酒 看到了一个黑衣人闯的进来 去了一个更衣间 老师实在害怕 就溜过去把门给锁上了 竟有人如此胆大 来人 给我包围换衣间 是 是 张公主危险 不要去 有侍卫们在 不用怕 本宫倒是要看看 哪个狂徒 敢大白天 闯我公主府 人越高越了 我小妞正常了 这 这是怎么回事 我小妞 这不是小妻的吗 臣妇教导无妨 才让小妻 做出这般不知廉耻的事情来 公主恕罪 公主恕罪呀 苏夫人 大可不必这么快认罪 如今一切事情 还没有弄清楚呢 苏妻 你这个不要脸的 还不给我赶快出来 母亲一直在说小妻不要脸 究竟所为何事 苏妻姑娘 你的外衣呢 刚才长姐说了 让我去找个火盆 我就把外衣给她了 不可能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啊 难道你们刚才是误会我 我 苏妻姑娘你别激动 如今一切已经清楚了 如果有人敢造谣你的名声 我一定会严惩的 拉开慢仗 让我看看里面这对狗男女 到底是谁 我一定要查清 到底是谁想要陷害我 公主饶命啊 公主 是她归宜我的 小王殿下 柳儿 小王殿下 柳儿 柳儿 好好享受 这可是货真价实的大小姐 是 您就看好了吧 既然你们这么恶毒 别怪我不义 糟糕 柳儿 药紧上来了 柳儿你没事吧 这苏妻 看破了苏阳柳的局 但还是中招了 苏 苏 谁 苏阳柳真是太恶毒了 居然下春衣医药 也不知道该说你聪明还是笨 帮我脱衣服 真是个大麻烦 带着面具莫非是浮衣肉楼主 一会儿就没事了 好弱 大小姐 别人一个时辰就起药效了 你都一个半时辰了 你怎么还不醒啊 你醒了 你个疼兔子 你在做什么呀 谁是疼兔子 我跟你吃了解药你才好的 那你躺床上干嘛 我 干嘛 说不过我就沉默 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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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说能救好他吗 怎么现在毒还没好 我只是帮他压制了毒性 他中的毒太过于罕见 我始终毫无头绪 他得毒已经深入五脏六腑了 那他平时还是一副细皮笑脸的样子 我当初救他的时候他说 转了些活着的日子 笑总比哭要好 你帮我把他扶起来吧 你不用相信我 但我知道你需要我 我喜欢毒来毒我 我们福一楼还是很有利用价值的 看来你跟沈家的事真没关系 你还不相信我 既然我们要合作 那我就希望我们能够坦诚相待 有个东西一定能够助你一臂之力 告诉你 一方面就要推特了 不想要谈她 比如说吧 小姐 好像成功了 那就好 她是因为我才会再次发作 我不能让她有事 我可是来自天下第一庄 慕容山庄 我已经托人去寻找了 相信很快就有结果 这世上的事真是稀奇 她一个杀手组织的头头 居然和我在这苏府相遇 万事都是圆 虽然都是个意外 但我很开心遇见小姐 这回可是真的 我信 别忘了 评贱真心 我可是很有心得的 山林 你醒啊 你们 你可要多谢我们家小姐 她可是用内力 帮你把毒气给吸出来 你们俩 我去弄点吃的 你干吗呀 太好 你用内力压制了我的毒性 容易反噬 下次千万别这么做了 你不是救过我吗 这是报恩 再说了 咱俩不是搭档吗 咱们不是说好 只是合作关系吗 不用付出太多的 那是以前 随着了解 你人还不错 你脸上好像有脏东西 你脸上好像有脏东西 小姐 不好了 肃源流自禁了 让我去死 不要 不能这样 之前 我羡慕小七妹妹 能跟殿下李在一起 想着能在李心里 有一个小角落 在她不在的时候 能跟你说说话 现在 我已经拥有很多了 我死而无恨了 我要 我要 我要你 肃要流 我要你 我要娶你 我马上去找姑姑 给我们赐婚 你如果和肃七做平亲 姑姑一定不会拒绝 如果她要说不 我这王爷也不做了 平亲 你放心 这只是权宜之计 我不会多看苏七一眼 自从你那日救了我 我心里就吃了你 殿下 央流的心里 也只有殿下 只要能跟殿下在一起 央流做什么都愿意 贱人 让我一个敌女和树女平起平坐 小王妃只能有一个 苏七年 必须死 目姑寒说 要一起娶你和苏央流 对 不过不行 我得去找长公主 解除婚约 别演了 我 我怎么就演了 一切 都在你的计划之中 你 你怎么会知道 你在宴会上 故意出挑 想引起长公主的注意 让目姑寒 舍不得你这块 接近长公主的肥肉 也让木苍州 起了疑心 好让两人欲棒相争 有损皇室荣誉 长公主绝不会 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如此一来 你既逃离了皇室 也不用嫁出去 聪明呀 一般 看来 咱们真的太适合做搭档了 接下来 就让我们一起把水 搅得更浑就好了 干嘛学我的表情啊 你们在干什么 长公主 长公主 她是谁 她是我的侍卫 在教我武功 侍卫 把头抬起来 面具拿下 面具拿下 不行吗 属下不敢 属下不敢 你 你 你是谁 你是谁 她叫上 商井 商井 相貌不同 为何感觉 如此像飞啊 起来吧 是本宫师太老 对不住了商侍卫 苏清燕你私藏难 孩儿 不得无礼 姑姑 这么晚了 你怎么在这儿 我明明听说 是苏清燕在 屋里藏了人 你是谁 她是 她是这侯爷府里的侍卫 倒是你 身为王爷 如此冲动 还满嘴的乌言晦语 这苏七姑娘跟了你 倒是可惜 姑姑 我今天 如此匆忙赶来 就是为了苏七姑娘 给你做平妻的事 恰巧见了你今天 这般行为 今儿时候不早了 改日我在酒楼设宴 替我这侄儿 给苏七姑娘赔罪了 跟我走 姑姑姑 姑姑 你不正常 怎么了 你和长公主 是不是早认识了 怎么可能 真的吗 真的 还请长公主恕罪 臣女 不愿意嫁给湘王殿下 还请长公主成全 我是真心 想让你做沐家的媳妇 姑姑 诶 周二 你怎么来了 周二恰巧路过府外 想来许久不见姑姑 就想来看看 没想到 苏七姑娘也在 本宫倒是有些乏了 既然周二来了 就让她陪陪你吧 我们沐家的孩子呀 都不差 都不差 温柔的校家华丽的出场 还是老套 苏七姑娘 是不是有些不开心啊 是 之前套路我的时候也是这样 下面是不是说要陪我聊天了 那不知道 月妹也跟我说说 说不定 心情会好一些 果然 用词都没变 当年的我真的是个傻子 看到楚王殿下 就想起之前听说 你与钱王妃抗礼情深 可惜钱王妃年纪轻轻 就香消玉语 所以便有些惋惜 苏七姑娘 珍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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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 是本王不好 也教过好她 王爷不必自责 我还有事 就先走吧 苏七姑娘 我一会儿 正好要去护 不如 书楼送你回家 终于到了中头戏了 好呀 苏七姑娘 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吃的地方 我喜欢待在家里 此路是我看 儿子都拿你来 别害怕 我不会让他们伤害你的 果然还是来了 你先走 我 你怎么会得睡 你打不过他们的 打不过还有我呢 长公主派商景保护苏七姑娘 商景 你保护好殿下 我要让他们后悔 今日做的决定 放心吧 你 在下学义物经 还请楚王海涵 楚王殿下 这些刺客 已经被我废去武功 镇断经脉不足为据了 您可以带回去 好好审问审问 怎么啦 心情不好啊 今天让沐苍舟吃了哑巴亏 而这件事 很有可能导致之前的计划功亏一亏 说不定 还已经起了一息 你跟沐苍舟是不是有什么渊源 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 如果是你 如果是你 觉得某个人危险 你会选择推开他 还是将他困在自己身边 时时刻刻监视他 我会将他除掉 那就是了 但我了解沐苍舟 他一定会把那个危险的人 放在自己身边 你跟他 果然有缘 每次提到 或者看到沐苍舟 你的眼神里都是愤恨 而那种愤恨 又好像是另有隐情 我 哟 他谁呀 你相好啊 是你相好 我相好 我相好才不会丑到 出门还要戴个面具见人 是我丑丑没有毁容的 你是第一个人 不用谢我手下刘青 苏青 你快管管他呀 停停停停停 都是自己人 你怎么来了 我这不是 打听到沈家家印的下落了吗 你赶紧对我负责 可怜我这细皮那肉的 却被他打成猪头了 你 必须得对我负责 没问题 行了 你说沈家家印的线索 在慕容山庄 是啊 你爹曾经是慕容山庄的庄主 那岂不是 得来全部费功夫 嗯 不过 没有这么简单 我爹 是被人陷害 弄掉了封侯吉 被逼以死谢罪 我无权看到慕容山庄庄主 才能看到的秘密 不过我发现 很有可能是慕容药祖陷害我爹 他和朱师有奸情 这本封侯吉 很有可能在朱师那里 这就是你来苏府的原因 嗯 原来大家的仇人都是一伙的 既然如此 咱们就把仇 咱们就把仇 一块儿报了吧 嗯 我去看一下 你准备收网了 对 万事俱备 只差一个火苗 不好了 皇后娘娘突发疾病 朱师被长公主邀进宫 商量办法去了 皇后娘娘病了 我们要找到了 神医 这次多亏了你 娘娘好受多了 不敢当 娘娘这病我也只能暂时压制 但药根除 还需一杯药才行 什么药 您只要说 我就一定拿得到 护心丹 是沈家密药 但沈家没了以后 就找不到了 殿下 起来吧 你怎么来了 苏七姑娘 听说皇后娘娘病了 让属下送些东西过来 她倒是懂事的 你转告她 最近事情多有纷扰 可能委屈她了 一旦解决 本宫一定上门跟她聊聊 那护心丹的事 就麻烦您沸沸心了 护心丹 若我没记错 苏七姑娘有 你猜 长公主什么时候 会派人来找你呢 听说护心丹 已经治好了皇后娘娘 所以 不出一个是什么 这次百灵的师兄 真是帮了大忙啊 要不是她进宫线要 压制了皇后娘娘的毒 咱们也没办法 让长公主来求护心丹 主动线 哪让他们来找我的好 合作愉快 搭档 你真的觉得要跟我走 不是跟 是和 这很重要吗 我小时候 家里人教了我许多事情 说这样才可以保护好自己 可是我以为 遇到一个爱我的人 他就会护我一生 但没想到 他却害我性命 你说的是 慕姑寒 反正现在的我 绝不会将希望 寄托在任何人身上 太好了 幸亏商景告诉本宫 你有这护心丹 皇后娘娘的病 才能痊愈 你有什么心愿 尽管告诉本宫 只要本宫能办到的呀 全都答应你 姑姑何事这般开心啊 公主 既然有客人 那我就先走了 也好 你俩的婚事 我已经上报取消了 这见了面 难免有些尴尬 真的 那多谢长公主了 你这个女人 本王娶你为平妻 已经很对不起柳儿了 你居然还敢亲自来说 要解除婚约 你给我住手 你给我住手 给皇后娘娘治病的护心丹 是苏七姑娘进献的 以后啊 你给我客气点 不要再来招惹苏七姑娘了 什么 你怎么会有护心丹 你竟然敢抢夺柳儿的东西 在姑姑面前邀功 你真的是蛇蝎心肠 蛇蝎心肠 殿下 护心丹是我从外祖家带回的 只有两颗 一颗三年前遇见身负重上的人 救了她一命 一颗给了皇后娘娘 何来盗窃一束 三年前救人 没错 怎么 怎么可能 殿下若是不幸 随便派人去查查便是 我是不会再任您污蔑明节了 韩儿 你干什么 张公主殿下小气不怕 愿意听听王爷怎么说 殿下请自重 看着我的眼睛 我只问你一句 素杨柳被快预备 你可曾见过 哦 那块玉佩是我的 那块玉佩是我的 姐姐喜欢香小气药 小气便给了她 三年前救我的人 居然是你 表妹 看见了吗 我会让你的仇人们都终身痛苦 身不如死 王爷 您与小气已解除婚约 其中过往不必再说 还望您好自为之 柳儿 殿下 怎么现在来了 可是有什么事 杨柳 当初你救我的时候 我除了给你一块玉佩以外 还给了你一个短笛 让你帮我保管 你还记得吗 记得记得 只是现在不在我身上 等 等我 我根本没有给你什么短笛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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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我记错了 那 果然当初还是苏七救我 你一直都在骗我 害我对她做了那么多不可原谅的事情 苏杨柳 你真的好恶毒 枉我一心一意对你 这不都要怪殿下自己认错人了吗 来人 把她给我关起来 来人 把她给我关起来 你只在意救你的人是谁 你根本不在意我爱你 你怎么变得像个泼妇 我泼妇 可这不都是因为你吗 这样也好 以后我再也被我装了 把她给我拿下 你是不是还想回去找救你的四亲烟 你很快就会知道 根本不可能 果然跟你想的一样 这苏杨柳真面目被揭穿 襄王也趁闭门不出了 但只是关了她禁闭 倒有些便宜她 圣旨到 圣旨 奉天承运皇帝赵曰 自闻苏氏之女苏青燕品行端庄 与陈王堪称天造地赦 特取消与襄王目孤寒之婚曰 将如许配陈王目离妃亲此 白灵 这怎么回事 陈王 这圣旨是不是搞错了呀 大胆 这是皇后娘娘病重时高人给和的八字 当时皇上就下了旨意 只是现在才赐给你们 到底接不接旨 可是她不是战死了吗 我们家小姐 大胆 不要为了这件事为抗圣旨 臣女接旨 谢主隆恩 今天府上都在谈论我 连我不常露面的父亲都赶回来骂了我一顿 你倒是安静 我本就与你府上无关 也是 你生气了 你真的要嫁给她已经死去的陈王 对 嫁给她 将她的势力收为己用 这对我们将会是一大助力 连你不常露面的父亲都会出来阻拦你 你就不能为自己想一想 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 你其实 很早就在谋划这件事了吧 听说 你有治疗皇后娘娘病的办法 娘娘病重 百姓皆有心忡忡 所以今早 臣父去了寺庙祈福 偶遇一高僧 高僧给出了个法子 怎么说 高僧说娘娘病重 是因为陈王殿下在地下不得安宁所致 特许配一年殷实生人 方可要道病除 而我家小鸡 即是一年殷实生人 你早已看好陈王已死这件事 想借助她府上的力量 再凭着陈王妃的身份逃离这里 咱们认识这么久 你做的所有事情 都是为了这个 有时候 有时候也只是借力打力 顺势而为 不过也都亏了你的帮助 那你的计划里 我是什么 那你的计划里 我是什么 我们是伙伴 别着急 好戏才刚刚开始 得来全部费功夫 看来小姐说得没错 这苏阳柳被关 慕容耀族也安耐不住了 夫人 你把当初的风护集 藏到哪儿了 我一直贴身保管着 谢谢你替我保管了这么多年 是时候还给我了 刺客进了夫人房间快搜 我给你拼了 啊 我是你爹呀 难道朱师说得没错 苏阳柳真的是慕容耀族的女儿 不管她是不是 我都要她是 难道 你在水里嫁了 你干吗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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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吗 果然不对 我要掐死你 爹 爹 你这样就是给她上司刑 不掐死她 难解我心头之恨 爹 你把她赶出家门 让她自生自灭吧 她当初恰恰把你害死 你现在对她 还这么心死手软 爹 你误会了 我的意思是只要把她赶出去了 谁对她干了什么 就跟我们没关系了 赶紧通 你跟长公主情侄 去边境迎接成王的遗孩 别废话 赶紧做好 百灵从上古秘鲁庄 找到了帮你解毒的办法 只需我逆转内力 帮你逼毒就好 绝对不行 怎么就不行了 我上次不是帮你压制过毒性吗 你马上要出去找沈家家印 不怕出事啊 不用你管 我已经失去太多了 我不想你有事 好了 快脱吧 梅花 是 从小就有的 我也不想你有事啊 这个法子是需要两个人都脱衣才可 否则会有危险 你 闭上眼睛 你醒了 感觉怎么样 我 你怎么了 走 我突然想到想要彻底解毒 还需要熬吃汤药 我去让百灵给你熬 静音 谢谢你 你可算来了 你需要的人 我给你带来了 我给你带来了 回来东西呢 你拿去 李婉 你没事吧 你这儿的 你带来的 你带来的 我去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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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会在这儿帮你找到线索 不过咱们得先过慕容耀祖这一关 对了 还有一件事 顾策白传来消息 苏阳流已经被关进大牢了 看来跟我们猜的一样 这慕容庄主 果然跟朝廷里的人有关系 不宜久留 咱们得速战速决 放心 证据已经确凿 我这次回来就是为了送他们大礼 好茶 你是什么时候来的慕容山庄 我此前从未见过你 况且 为何已杀这面 奴婢之前不小心被划上了双脸 丑陋不堪 担心玷污了大小姐的双眼 小姐 你怎么了 苏青烟 没有想到你也有这么一天 苏青烟 没有想到你也有这么一天 我刚才在酒杯里下了毒 你去死吧 是吗 恐怕现在难受的是你吧 怎么回事 多行不义必自毙 也好 你也算是给小七尝了枕 是我老了 这么多年竟然没有看出慕容耀族狼子野心 苏杨柳想害你们 反而害了自己 这慕容耀族 也因为被处以嫁归废除武功 而服毒自尽了 从此慕容山庄就交给你了 好好带领 慕容山庄 百灵从长老给的线索中 看到说要把沈家的血滴进暗所 这鞋果然有用 原来是要用鞋 才能打开密室的门 不过 现在倒是可以来个 黄雀在头 不好 有埋伏 糟糕 嘉义被人抢走了 果实越来越凶猛 本王谢谢你 沐沧洲 上辈子会相信你 反而被你害了性命 这辈子 我们就在这里了清吧 青妍 你听我说 我用内力 把你推出火海 不 要死一起死 你还没有报仇 我也没报 但我知道 你一定能够完成我们的心愿 有句话 我一直想对你说 今天也算是个机会 如果这次能逃出去 你要不要试试和我在一起 我喜欢你 你愿意跟着一个杀手吗 我曾经遇到过一个人 他总是温文尔雅 所以我最讨厌翩翩公子 你资诸必较 得礼不饶人 所以我喜欢 那我数三个数 咱们一起冲出去 嗯 一 二 尚礼 你在干嘛 二 尚礼 你在干嘛 秦妍 我们来一声见 五 尚礼 我要跟你在一起 还真是对孔明鸳鸯 若你亲在求饶 我还能饶你 牡仓舟 你 还有所有对不起我沈家的人 都不得好死 你到底是谁 我要你为你所做过的一切付出代价 你敢拦我 我是沈家已故沈婉清的夫君 更是这沈家商铺的代理人 你这样拦我 是没把我放在眼里 你这样拦我 是没把我放在眼里了 楚王殿下 好大的口气 三言两语 便把复刻敌国的沈家商铺 归为你手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你才是沈家商铺的主人呢 你 你别以为从我手中传走家印 就可以号令沈家商铺 别忘了 你不是沈家人 更何况 这家印来路不迷啊 是吗 哦 对了 还有一件事情忘了告诉你 我 苏清烟 正是沈家遗落在外的表小姐 怎么可能 掌柜的 苏清烟 苏清烟小姐 可是沈家的表小姐 沈家唯一血脉 见得家印 如见家出 表小姐寻得此印 想必 沈家的内侍 就不需要外人再管了吧 哼 以后沈家的商铺 恕不接待楚王殿下 楚王殿下请吧 哼 好一个苏清烟 就算我没有得到沈家家印 可我还是当成六王爷 而你 你永远失去了 你最爱的 商铺 沈家是我的了 还有一件事 你等我 苏清 本宫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当初你信誓旦旦地要嫁给陈王 如今却又反悔 本宫不信你没有隐情 陈女当初 只是利用陈王 如今心里有了别人 自然不悔 好 皇家 皇家不容你如此亵渎 为了你心里的人 把命交出来吧 住手 姑姑 菲儿 菲儿回来了 我不是在做梦吧 上林她没死就在我身边 姑姑 菲儿带着梅花回来找你了 只有菲儿才有的梅花 举国上下没人知道 难怪第一眼见她觉得熟悉 你 真的是菲儿 姑姑 菲儿并没有死 只是遭人陷害 换了容貌 但一直在姑姑身边 苏清烟 是圣旨支支给我这个陈王的妻子 请姑姑让我带她回家 今天终于是我的王妃了 你资助必教 得礼不饶人 不求忍耐 只求痛快 我喜欢这样的你 王妃 请赐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